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使用洛克的最強出裝 來玩洛克打野 還記得很久以前 做過洛克的強先試玩 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天啊 這隻新的英雄打野的速度 也太快了吧 甚至快過菲尼克 那時候我對這隻印象深刻 可是在經過幾次的調整 那時候洛克真的爛得不要不要的 因為除了 依賴一技能以外 完全就是沒有傷害 遠距離傷害低的可憐 在前幾次的體驗服改版 洛克的一技能終於再度加強了 甚至三級的時候能爆到三千多 可是呢 洛克就是依賴一二技能 你會覺得說 哇 洛克好強喔 我只要前面砰一槍就有三千 可是各位 洛克這隻英雄 在我玩了將近十場之後 我認為洛克是一隻 超級大前期的英雄 大概遊戲只要進入到七八級的時候 你的能力值就會慢慢下降 其他的英雄就會抬頭 把你殺的不要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洛克是射手和戰士 雖然他有戰士 你會說 天啊 我可以貼著別人射 真的太開心了 可是洛克的最遠距離的傷害 真的太低了 然後你會說 欸 不不恰恰 洛克的大絕招直接剪除控場 而且有護盾的時候呢 我可以永遠不必在控場 可是各位 他們知道你是洛克的時候 會玩的 你覺得有可能放著在那邊 讓你打來打去嗎 而且洛克的大絕招呢 他護盾的能力值 不會隨著你的裝備 和你的血量去成長 所以你的護盾值 最大就是那個樣子而已 就算你攻擊可以增加你的護盾值 但是各位 在大後期的時候 任何人可能用一個技能 就能把你護盾直接打掉 所以 洛克假如你沒在大前期 直接把對手給收掉的話 大後期我只能跟你說 嗯 你還是選菲尼克好了 那很多人留言說洛克是 王者榮耀的劉備 羅備 我差點用講錯有口誤了 他是王者榮耀的劉備 然後我上去看一下王者榮耀的 四月強勢英雄天梯英雄 然後看一下三月看一下二月 奇怪 這隻英雄怎麼永遠沒有出現在熱門英雄上面 可是呢 各位 喜歡洛克的千萬不要擔心 洛克會玩的還是很溜啊 雖然他可能連二線打野英雄都稱不上 他可能就長得很帥 然後拿著一把大弓箭 外表非常不討喜 有很多人 因為他是一個大叔可能不買 我覺得傳說隊覺得新英雄還是要做女生 大家會比較喜歡對不對 有人會想買中年大叔在玩這個遊戲嗎 上班上課已經夠累了 回家還要看一個大叔被殺 我的天啊 這天的心情都會變差 對面的閃電俠究竟在做什麼 直接在前期灌了一槍 對面的閃電俠被我秒殺欸 這隻英雄 絕對讓我想到英雄聯盟的葛雷夫 那個時候我超級喜歡玩葛雷夫 我玩的葛雷夫不是現在最新版的英雄聯盟 這種還要裝子彈 是最舊版 嘿咻咻 就是有射子彈的葛雷夫 英雄聯盟做了很多的改版 越改越好玩 可是沒有時間練啊 如果有時間練的話 我還希望能夠去我的上路 去玩我的提摩上路 不知道提摩上路現在強不強 好想玩玩看喔 可是我電腦已經沒容量了 有機會再玩玩看好了 好吧這個時候 喔好多人和平啊各位不要 他的技能真的很像葛雷夫欸 你看他的一技能然後他的二技能 完全就是葛雷夫 就差三技能了 欸葛雷夫的三技能好像是一個衝鋒彈 也就是說我只要把緊的三技能直接 跟葛雷夫 喔不是 跟洛克調換的話 天啊我根本就是葛雷夫 二技能 欸 喔喔喔喔 喔對對對 葛雷夫還有一招煙霧彈 因為我少了一招技能 那時候我想奇怪怎麼覺得我少了一招技能 原來英雄聯盟有四招技能 而我只有三招技能輸別人一招啊 你看打野的速度 真的超級超級快 欸你們現在 台灣的天氣怎麼樣啊 現在京都這邊真的超級熱 熱的不要不要的 害我現在都沒有穿衣服再錄影片 好啦沒有開視訊你也看不到 我也不會開視訊給你看 這樣很奇怪 不知道台灣的天氣現在熱不熱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我在日本的超市 買了一顆甘嬤 喔天啊 吃完之後差點留了 因為我超級想念台灣的水果了 這一次回去 我絕對要大吃的吃日本的水果 真的是太貴了 BBCC有點買不起 吃到那顆甘嬤 你知道甘嬤是什麼 欸 甘嬤是 橘子還是柳丁 甘仔應該叫甘仔才對 就是那種皮很難剝的 長得像橘子的 然後 一吃會噴汁 會噴得你滿臉汁的那種水果就對了 天啊 好久沒有吃水果 我在四月底回台灣之後 我一定要狂吃水果 住在台灣真的很幸福欸 雖然空氣好像有一點髒交通 好像有一點不方便 然後呢 好像又有一點擁擠 不過台灣的水果真的很棒 而且東西真的超級便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工的經驗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日本 如果你有喝咖啡的習慣 我相信你們應該都是學生 比較少喝咖啡 那如果你喜歡喝Seven的咖啡 我們去台灣怎麼買咖啡 大概就是跟櫃檯的店員 直接點你要咖啡 然後店員會做給你喝 可是在日本這邊真的不一樣欸 日本這邊你要去冰櫃 就是放冰淇淋桶的冰櫃呢 你拿那個咖啡杯裡面裝冰塊 然後你自己去做 機器雖然會自動幫你做 不過我真的覺得 在台灣的Seven和全家打工 好像真的蠻辛苦的你看 你做的事情比別人多 要幫別人泡咖啡 然後台灣人 我不是在批評台灣人的意思 可是台灣人也有常常 不自動自發 你可能很多東西 像是你看咖啡要幫你泡啊 iPhone不會用的時候 你要過去幫他用 甚至連影音機都不會用 你都要幫他用 所以 而且日本的 打工的薪水是 差不多一千塊日幣 也就是250塊台幣 一個小時喔 又是我們的 打工的薪資兩費 做的事情又比我們少 我的天啊 我那時候看完日本的便利超商店員 真的覺得台灣的好辛苦喔 可是日本的便利商店 又跟台灣的不一樣 日本的便利商店 有賣炸雞啊 是 是直接放在 烤台的炸雞 就是賣給你吃 到時候再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怕瓦一打二 我覺得我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我好兇悍 閃電俠怎麼會跑到那個牆壁 那邊以為有什麼密室嗎 絕對沒有密室 一槍就把閃電俠給灌爆了 奇怪 我的距離剛剛明明就超遠的 為什麼 好奇怪 剛剛也沒有暴擊啊 是閃電俠真的太薄了嗎 我覺得洛克還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是如果你的第三件裝備 是出殺蛋之風的話 你可以在十一二級的時候 去單吃凱撒 你的攻擊力絕對夠 而且在後期你吃凱撒 一滴血都不用聊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大絕招幫你補充護盾 再配合你的吸血 再配合你的攻擊力 天啊洛克吃凱撒 真的超級超級快 你看像打野怪那麼快 你配暴怒的話 前期有人入行你野區 絕對一槍就把他灌死 可是洛克算打野怪 在野區的戰鬥能力 假如你的那一槍 沒有抓進去你貼著他打 失誤的話 我的天啊 你準備被反野反到爆吧 我覺得洛克 超怕納克羅斯的欸 雖然在中期會戰的時候 是一個55波 可是在前期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我遇到納克羅斯 我就被反野反的不要不要的 可能是我的 我的奧義沒有滿吧 洛克這隻新英雄 真的不推薦大家買的原因 是因為真的到了中後期 你想想看你想做一個射手 你要拆塔對不對 你在高地塔想要拆塔 高地塔會緩速嘛 洛克是一個閃射的技能 你想要拆塔 可是你卻 你的閃劍卻會 不小心打到對面的英雄 你就會被防禦他 啪啪啪的打 遠距離的傷害又沒有 純射手高 像是錦啊 或是魔紋之類的 近距離的傷害 你想要當個坦克戰士 那你欸 你想要當個戰士 我覺得有更好的選擇 你可以玩超人啊 你可以玩愛里 你可以玩塔拉之類的 我覺得都比這一隻英雄還要談 我昨天看到一個超級好笑的留言 是 有人跟我留言說 噗噗恰恰 洛克根本就是一個凡恩啊 你想想看 我只不過是有一個無限一技能的凡恩 我的一技能就是凡恩的大絕招 還一模一樣 還會加走速 然後 然後 我這樣想 欸我的天啊 他這麼說也對 你看我就是一個凡恩 我的一技能跟凡恩一樣 就是咻咻咻 凡恩近距離被貼到 會直接爆炸 洛克還有個二技能 可以往前撞一下 還有個大絕招 可以解除控場 感覺就是一隻加強版的凡恩 目前在王者榮耀裡面 排名 非常非常低 根本就沒什麼會玩的人民英雄 可能 會玩還是非常會玩 主要就是像前面講的一樣 一二技能假如你真的非常會用的話呢 你絕對能把別人灌的不要不要 有些人可能走過來就會覺得說 啊我的血怎麼沒了 你的洛克的一技能 真的要抓得非常準 你在會戰之中 很少有機會可以開到第二下 通常你開到第二下以上的話 對面大概就是 恩 可能是新手吧 看到洛克來 還不把所有技能灌在你身上 把你的護盾打掉 你就準備爬了 而且你想要一二技能逃跑 有個致命的缺點是什麼呢 咦 洛克有位移技 不不起來強不要騙我了 洛克的二技能是不能穿牆的 所以你想要利用二技能逃跑 你真的休想 唉唷 好可怕喔 和平啊各位 所以你在窄口被對面包圍的時候 你除了用二技能把對面撞一下 用你的大絕招解除控場以外 你完全其實沒有什麼射手的保兵技能 我會覺得如果你喜歡玩射手的話 我推薦你還是買警會比較好 如果你想要打野快一點 又能體驗後期的感覺 你可以玩菲尼克 我覺得菲尼克真的比洛克強非常多 噢我的天啊 對面一直過來送頭欸 我一直說洛克不好 會不會被官方變評到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只是講錯了內心話 洛克在體驗伺服器呢 他的出場率也不是很高喔 這隻英雄 我覺得你可以等更好 如果你想要玩戰士系列 我建議你可以等艾瑞 艾瑞這隻新英雄超級棒的 雖然被削樂不少 但是你還是可以一擊走過去入侵 對面的野區 噢 閃電俠 我們的神電女超人也太猛了 和平啊各位 噢 這個悟空真的太溜了 犧牲了他自己 三連殺欸 這個值得了 謝謝你悟空 你造就了我們這番成就 因為你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推進去 艾瑞又要過來大絕招和平喔 打不贏打不贏 我真的打不贏他 誰說我打不贏你的 這是我小釣魚的技巧 我的血又要滿了 我最喜歡玩洛克的 就是你血塊沒有的時候 把大絕招扣著 雖然在前期的時候 你的大絕招的冷卻時間 真的非常高 不過到後期假如你有藍buff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 暴擊傷害真的非常高 還有洛克你要注意的一個小技巧就是 你的裝備觸發的話 只有前面兩根劍 什麼是前面兩根劍呢 就是洛克有四隻劍對不對 只有前面兩根劍會觸發 像是寒冰法砲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是我合的龍骨劍 就只有前面兩發喔 所以這是一個小提醒 各位千萬要記得 洛克還有個被動技能 我覺得蠻棒的地方是 普攻洛克的話 是可以扣對方的物理防禦的 所以呢 你就算沒有輸出也好 你還是可以靠著你的 靠著你的被動技能 直接扣對方的防禦 你就是 你就算沒做事 你就是遠距離在那咻咻咻就對了 好吧 那我們接著就繼續進行 對 推塔囉 推塔推塔 怎麼都沒有人呢 閃電俠在前面幹嘛 我最討厭用洛克打的是閃電俠 因為你 當你要近戰貼著他打的時候呢 閃電俠就會直接開大絕招 還有我覺得洛克還有一個很難打的英雄 是神力女超人 我的天啊 和平啊各位 讓愛里出來再殺他好不好 你們這樣一直逼塔 悟空真的超兇悍 完全就不給對面機會 閃電俠你們已經被我包圍了 趕快器械投降 把手放到頭上 從背後緩緩的走過來 對 這個就是一級玩家壞人的下場 你還沒看過一級玩家對不對 趕快去電影院看不到台灣下映了沒 台灣好像已經出很久了 如果呢你還沒有看的話 建議你等二輪上的時候一定要去看 非常不建議你去看線上的盜版 因為盜版的話只差 而且我真的覺得看電影 要在電影院裡面 才能專心的看這部電影 才會覺得好不好看 如果你是使用電腦看的話呢 有時候都會因為外力的影響 什麼是外力 你媽叫你去寫功課 你媽叫你去吃飯 等等的因素 讓你沒辦法專心看完這部電影 真的非常可惜 好囉 直接蹦蹦蹦吧 對面推的不要不要 完全不會死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與訂閱專機 菲尼克打野的BBCC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的數據 哇我剛好賺了一萬金幣整欸 我的天啊 MVP欸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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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簡單MVP的嘛 哇我們的神力女超人好強喔 86.36%的參戰機率 原來我們兩邊都有一個人中移啊 還有神力女超人對上新英雄 非常好對付 他用火焰 若可惜用火焰大絕招拉住你的時候 你可以用大絕招解除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真的要按下訂閱 我們口號上40萬訂閱 有你有我 掰不 本影片是由傳說對決實況主第一指定平台 金剛大乾爹贊助播出